人和战斗 人和战斗 孙宇命丧麦城 帮助了曹操的孙权 如约获得了大半个荆州 但是破坏盟约 并杀害刘备异帝的代价 非同小可 随着无数同盟决裂 孙刘联手抗位的格局 也土崩瓦解 另一方面 见证了形势变化的曹操 悄然离开了人世 其子曹丕 继承了他的霸业 三国鼎立的天下 即将迎来了新的局面 我真是太不幸了 都不知道 祝公当初已时日不多 直到最后 都没能报答他的恩情 文烈 难过得不止你一人 父亲的离世 足以使天下动摇 为卫国建功立业的功臣们 也在逐渐退离一线 如果不能尽快平复这场震荡 曹孟德积累至今的霸业 就会全部复制东流 作为他的子嗣 我们根本没时间消沉 是啊 我是曹家的千里居 此时 更应该比任何人 都尽力才是 让您看到 我没用的一面了 真是抱歉 今后 我曹文烈 愿为子桓大人 粉身碎骨 这种坦率的性格 就是你最大的强项 我很信任你 曹丕大人 陛下有旨 封您为卫王 卫王啊 看来是要我理所当然地 继承曹孟德之位 不过 要成就霸业 区区一个卫王并不够 我要走得比父亲更高 不 应该说是超越父亲的地位才是 主公之上 那究竟是 也就是说 曹丕大人想要 成帝 为了进一步巩固曹魏的地位 也为了平定天下 此举并无不妥 原来如此 虽然可能会掀起波澜 但是局面应该可控 是否立刻展开行动 我要请陛下按照合理的手续 让位于我 今后便是我曹子桓创造的 崭新时代 汉王朝的气数要到头了 噓 不要胡说 当心被曹家人听到 你听说了吗 曹丕大人又称帝了 那现在的陛下怎么办 那 难道说 听说曹丕大人 向陛下提出 禅让皇位 开什么玩笑 谁会主动让出皇位 肯定是曹丕大人 向陛下施压了呀 那他之前拒绝陛下的禅让 也是为了避嫌 曹丕大人真是可怕 就是说啊 他真是个大坏蛋 曹丕大人受善之事 似乎有人在暗中作对 只是他们激进得很 一直也抓不到凭据 对于现在 坐享利益于安稳之人而言 为国取代汉事 只会带来负面影响 当然会有所不满 您说的一点不错 但是可疑的萌芽 还是及早掐掉为妙 司马大人可有什么妙计 善让后 只要继续散布 曹丕大人杀死现帝的传闻便可 血气方刚的家伙 一定会按耐不住吧 春 春华 你到底有何事 张春华 司马懿的妻子 世间有名的贤妻良母 曹操去世后 曹丕继位 准备接受善让的曹丕 决定成为卫帝 司马懿也迎来了大量 前来商议此事的访客 张春华则在旁 默默关注着夫君的一举一动 在畅谈之时打扰 实在抱歉 现在有客人前来 又如何应对 知道了 带他到其他房间去吧 好的 夫君 您的眼睛在发光啊 一定十分开心吧 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没有想到 沉着冷静的司马懿大人 也有如此一面 我一下子觉得放心了 尊夫人 真是司马懿大人的良配啊 举手投足之间 都能看出聪慧过人 当然 为了巩固曹魏的体制 我们需要 更多可以信任的人才 请尊夫人 也来助一臂之力 您看如何 神 什么 哎呀 可是 他做事常常不分轻重啊 不过 目前值得信任的棋子 的确不足 只能如此了吗 这些人 这些人 不分散 而且 这些人 信任的棋子 有点 不分散 不分散 下轮了 下轮了 草丕大人 树膳台已经准备完毕 受膳台啊 我就要在那里接受皇位了 此举定能将汉室的中烟 及魏帝的诞生告知天下 报告 拥护皇帝的那些家伙 行动越发频繁了 看来是有人在背后煽动他们 这样强行接受善让 只怕会招致动乱 必须尽快想出解决之策 仲达所言极势 为了曹魏 极崭新的智势 必须铲除 反对我极魏的人 现在关羽已死 无数关系僵化 正是整改魏国内部 和巩固体制的良机 就请各位竭尽全力 速战速决吧 我要铲除一切妨碍我称帝之人 就算再渺小也不能放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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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了令人坐立不安的传闻 据说皇帝的亲随 要袭击曹丕大人的宅邸 只要有吴在此 就休想展开袭击 不愿化身为盾 守住这座宅邸 为了保护皇上 只能拼死一战 就任我们来击倒反贼草屁吧 哪里 都不愿化 已经下词了 小随手 可以 不愿化 好 可以 消失吧 嘿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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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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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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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 像尸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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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要完啦 一切如我所料 看得漂亮 主要了解 阁下是否知道 洛阳流传的危险传闻 说是曹丕大人 企图暗杀皇上 大概是蜀国奸细 在散布流言 这可不能不管 我们就将其抓获吧 似乎有可疑之人出现 他一边观察四周 一边消失在了那条路的尽头 那些坡 那些坡 从目前的情报来分析 综合器 那些坡移动的尽头 这些坡移动的尽头 哇 被你们发现了 我绝不能被你们抓住 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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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留言的计划失败 这都会就像出国梁大人谢罪了 敌将已被我击败 一切如我所料 原来如此 我真是开了眼界 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方卢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曹皮大人根本没有资格称帝 我们拥护皇帝 绝不承认他的暴行 皇帝需要比任何人都更体恤民情 对袭击村落的贼寇坐视不管之人 根本没资格 我根本没资格称帝 将军首饭 小军三 最后一项 我最后一项 不够 不够 有 现在王朝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干什么 不要碍事 朝廷争执不断 现在正是赚钱的好机会 消失吧 我要将千刀万刀 你真是不留情面啊 看来无法继续下来 别庞当了 Sacred Project 请恕我唐突 是这样啊 击退了山贼 但是 这也算不上有资格成帝啊 皇帝应该能洞察国家的每个角落 你们知道田地被野兽糟蹋一时吗 没想到 野 野兽正在我们的田地折腾 谁 来帮帮忙啊 看招 消失了 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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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了 看招 看招 我要将你千刀万划 消失 停 看招 快 谢 谢谢 你 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好的 你们为百姓着想的心 我已经感受到了 请原谅 我之前的种种势力 既然如此 只能承认了 如果皇帝愿意善让 我们也不会反对 消失去 都能干得 咱枝 虽然 靠近 我要 对 老 什么 一切如我所料 哦 您真是厉害啊 根本轮不到我出手 已经铲除那些阻碍我即位之人了吗 已经拉拢了拥护皇帝派啊 这下总算少了一件内忧 蜀国的奸细已被击退 这已经是莫大的成果了 那些反对我称帝的手下已被歼灭 这下他们应该懂得抵抗也是徒劳了 已经没人能够阻止我称帝了 IP新时代的时刻已经来到 répondre下来 等下来 优优独播出品 就是 你 为臣 恭贺陛下登上帝位 叫什么陛下 你我之间不必拘礼 是 仲达 我问你 为何我父亲 曹梦德会止步于魏王 只要他想 善让应该是一如反掌的事 曹操大人的目光 主要集中在恢复制式上面 为此目的 维持汉室 恢复权威 恐怕就是他心中 最有效的手段 那个汉室已经浮烂透顶了 与其探寻未知之术 不如寻求已知的安稳 所谓人心 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答得好啊 仲达 这下子 我更加确信自己 未来该走的路了 我不会 仰望任何人 也不会摩拜任何人 我要用双手 将天下改变一心 曹操卫的霸业 现在才刚要开始呢 据说刘备自封属地 随后立即向东吴开战了 真是厚颜无耻 我们的魏帝 明明已经接受了禅让 而且 刚刚登基就要开战 还不是为了攻打登上皇位的曹魏 而是启并攻打孙吾 刘备因为关羽被杀 被私院蒙蔽了双眼啊 我非常明白这种时候根本无法冷静 紫桓大人 不对 陛下 还是叫我紫桓就好 文烈 虽然蜀国要攻打吴国 但是刘备会在此战中大败而归吧 那是为什么 我去调查了蜀的阵容 他们沿着仪陵的地形拉长了战线 简直就是在等着被敌人斩断 遭到突袭啊 诸葛亮似乎没有参加战斗 或者是刘备没有听取诸葛亮的劝告 一定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没有注意到同伴身陷险境了 真是太悲哀了 就算是悲哀也罢 这对我们而言可是个绝佳的机会 立刻准备出战 我要亲手灭亡蜀国 请 请等一下 如今紫桓大人已过于皇帝 岂能冒险亲自出征 你对我这个皇帝有意见吗 非 非常抱歉 请恕我考虑不周 是我计阅了 无妨 你也只是在担心我而已 我怎能因此责备你呢 不过 如果皇帝一心流连皇位 只会坐等王国 我绝不会犯如此愚蠢的错 我要通过此次亲征 来证明魏帝与汉帝的区别 据说蜀军在怡陵大败 刘备也在白帝城离世 现在应该趁此机会 从五个方面调遣军队 彻底消灭蜀国吧 五 五个方位 这个计划的规模也太大了 此外 为了迎接与蜀国的对决 我建议迁都洛阳 这样再联络兵战等军事政治领域 也有所帮助吧 那好 讨伐蜀国的战略与迁都一事 就交给仲达安排了 遵旨 各位请前往接庭 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虽说讨伐蜀国和千都都在情理之中 但为什么陛下只听从司马懿大人的建议 再这样下去 曹魏都要被司马懿大人掌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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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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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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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说 他们很有可能 字幕志愿者 要将无数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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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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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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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